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大致就这样介绍一下 好吧 博士 你开始吧 好的 好的 感谢你啊 听得见 感谢胡星的介绍 感谢王金的介绍 然后刚刚也了解了SEALS这个组织 感觉是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团体 我觉得大家也都是 这两天也是被谷爱玲给刷屏了 感觉大家也都是因为热爱 因为喜欢 然后聚集到一起的这样一群人 那其实刚刚王金也介绍了 我感觉在这个团队里面 真的是很多的前辈 然后我自己呢 其实是做这个抗主流这方面 做了一些工作 然后我回国以后呢 也主要是在CIO服务的这个团队 然后做过一些 然后现在也专注在这个模式动物的model上面 我其实是站在 我今天的这个talk呢 可能也就是站在CIO的角度 去讲一些 我们做过的一些核酸药物的产品的 这个开发和相关的一些动物实验 其实比较粗浅了 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一下 我的一点点认识 然后有不足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够指出来 大家互相这个交流学习 那我就就开始了 其实这个核酸 首先呢 其实就是介绍一下 这个核酸药物的定义和它的概况 这个核酸药物呢 是指人工合成的 具有疾病治疗功能的 这样一些DNA或者是RNA的片段 那它是能够直接作用于 治病的这个靶基因 或者是靶的mRNA上面 在基因水平发挥一个治疗的作用 那其实从 从感觉是19年 19年20年那会儿开始吧 感觉国内对于这个核酸药物的专注是 就是专注度和关心度是越来越高了 也涌现出了很多做的还不错的 然后有自己就是技术方法的 专利的这样一些公司 比如说爱博啊圣诺啊这些 那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个小核酸药物呢 可能就是跟以往传统的这个小分子和抗体药相比 那核酸药物其实它有一些 就是过去传统药物不具备的一些优点 大家认为核酸药物它具有治病之本的一个特点 并且跟小分子抗体药这个比起来呢 它具有特殊的这个高效性 低毒性 还有高特异性 那也正是因为这些 这些显著的这种优势的存在 大家会普遍认为小核酸药物 有可能是在今后一段时间 那去补充原来的小分子药物抗体药 之外的这样一类 第三类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类型 其实核酸药物类型 这里其实就列了一下 主要的几种核酸药物类型 有SRNA 有MRI 这些其实都是作用在这个MRI 或者是MACO-RNA上面的 然后它的作用机制呢 包括就是切割MRI 或者是替换一些MACO-RNA 总之是作用在MRI这个阶段 然后阻止了后面的这个翻译的 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也会有Antisense 然后也会有一些Aptomer Aptomer可能就是在这个细胞关外的时候 它会有作用 然后跟能识别这些Aptomer的一些 receptor相互作用 然后起到一个功能抑制的作用 但是因为这种Aptomer 它的本身也是这个核酸类的 所以也把它化作了这个核酸药物 当然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核酸药物在研究的 那右边这个图里面呢 其实就是红色的是 是标记了MRI药物的类型 然后包括它们的一些作用机制 就是从全球已经过批的这个核酸药物来看 当然这个我也是从网上粘录的 现在已经就是就是过批的这个这个核酸药物 一共是这么列出来的 这十来款 然后其中呢 这里这里列出来的一共是十六款药物 那从药物类型上来看的话 其实Iso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就十一款药物都属于是Iso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小干扰RNA 就是这个SRNA它是有四款的 然后Aptomer只有一款 那早先上市的就是98年上市的 和13年上市的这两只药物 它现在是已经退市的一个状态 然后只有绿色的这款 18年的一个药物 它是在中国上市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就是说从研发的角度 走的比较靠前的 这些做核酸药物的先辈们 还都是这个国外的一些 被发了 或者是Biotech的公司 那然后国内做这款的话 其实也就是最近这几年 刚刚兴起 然后另外呢 就是在中国上市的 这些核酸药物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个中国的市场 也是处于一个极大的 未被满足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下面呢 这一张slide介绍的就是 国内核酸药物 就是研发的一个现状 其实我们自己总结下来 大概国内现在就是在做 核酸药物研发的 这些公司啊 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几个类型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总结的是不是合适 但是我觉得总归是做了一下梳理 一种呢 就是传统的这个国内的一些 所谓的这种医药的巨头 他们去布局了mRNA的疫苗 比如说国药恒锐食药百计 那这些都是 已经有产品在国内上市 然后做的这个盘子也是比较大的 他们 逐步的放一些精力在mRNA 疫苗或者是核酸药物的 这个研发上面 这个是这样的一类 然后另外呢 还有就是 与国外mRNA研发公司合作 那比如说复兴医药 它是跟德国的一个疫苗公司 做了一个授权 然后南京也有一家奥罗生物 是跟比利时的有一个合作 像云顶新药呢 他们是跟加拿大的一个 一个疫苗商 云顶新药其实也在 我们上海的张江 离我们这个非常近 然后第三类呢 就是具有独立研发能力的 出创核酸药物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公司就是 就是专注在 这个核酸药物的研发上面 比如说 思维做的这个 这个新冠的核酸疫苗 应该也是上海的第一只苗 当然也是在我们的 这个facility里面 用我们的动物模型来做的 这个我们有非常 这个密切的一个合作 然后包括苏州的这个爱博锐博 然后盛诺应该是在 在广东 深圳 现在深圳里面呢 包括立法大 也是广东 那这些公司呢 其实他们 自己专注的 这个 这个点 就是在核酸上 然后包括盛诺 他也是用自己的 这个递送系统的 这个专利去cover 和自己这些产品的 那这个也都是 国内就是核酸药物 研发和布局 走得比较靠前的 那从国内 研发的 这些核酸药物的 适应证的布局来看的话 其实 可能Cancer 占的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 这里其实可能想法 去看一下 就是在全球 已经破批的 这些药物里面 其实我们发现 很少有在 Cancer这一个适应证上的 其实很多是 比如说一些感染类的 或者是 就是遗传类的疾病 或者是这种 就是 像DMD啊 这种属于是 这个 加速遗传类的 实际是海贱病 这样一些适应证 但是国内的 这个小核酸 研发的管线的布局 我们做一个分析的话 发现 这个肿瘤和感染 其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大的 两个部分 然后当然也包含了一些 比如说 免疫啊 内分泌啊 然后骨科的 呼吸的 神经啊 等等一些 其他的疾病的试验证 那就是 就国内这些产品 因为国内还没有 这个已经上市的 MRNA药物 那我们就来看看 就是 比如说 现在走的比较靠前的 几家公司 和他们的产品 一个是苏州瑞博 苏州瑞博也是 就是在国内 做核酸这款 证明度比较高的 那他们有 有一个产品 已经是到 临床三期的阶段 然后另外两个 是二期 然后诺华制药 其实 其实这个是 是诺华制药 在中国的 一个研发中心 然后他们也是 有产品到 临床三期的 然后另外 海肠或者是圣诺 还有这个 腾胜博 腾胜博样 主要是这些公司 他们这个 都是有 临床阶段的 一些产品 其实 其实可能 要讲动物模型之前 我们还是要 反过来去看看 这些核酸药物的 类型 还有他们的 这个作用的机制 因为这样 就是 就还是 要就是 深入了解了 这个机制之后 我们才能找到 合适的模型 去做它的药理 或者是药性 但前面也是 也是讲过了 这个核酸药物 有 有ISO 有SRI 还有Aptomer 这已经 Approved的 这些药物里面 主要分成这么几类 那像 这个 这个ISO呢 它是 这个 进入到细胞膜 以后 那 在这个MRI 阶段 去抑制翻译 这样 就是 去抑制 白白的 一个活性 和白白的 一个表达水平 这样 从而 起到这个 调控生理的 一个 一个作用 那 小干扰 SRI 它主要是 形成Risk 这个Complex 这个Complex 形成Complex 以后呢 最终去 去 把这个 本来应该 走向翻译的 这个MRI 给 给 SRI 掉 切断了以后 也是组织了 后面的这个翻译过程 然后 Aptomer呢 它其实是一个 小的一个 一个作用在 保外的 这样一个 类型的药物 它是 通过识别特异的 这个RNA Aptomer 这个Receptor 然后 去 起到一些抑制啊 或者是 新活的 这个 作用 对 其实 其实在 核酸药物里面 可能 大家比较 注重的一个点 就是核酸药物的 一个 递送的技术 怎么样去 提高这个 这个核酸药物 递送的 一个效率 然后从而 提高这个 药物的利用度 或者说 怎么样 通过一些 递送技术的 优化 或者改造 然后提高 这种核酸药物 在这个组织 分布里面的 一些特异性 这个是核酸药物 研发中 就是做的 就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技术的点 那其实我们 在跟很多 做核酸药物的 这个客户 在沟通的时候 那其实基本上 他们在做 药项之前 也是要花 很多的精力 去看这个药物的 在组织 在体内的 一个分布的过程 也包括它 代谢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 用的比较多的 关于核酸药物的 这个递送过程 主要分成这么几类 一个是 就是 纳米颗粒 就是LMP 用这个颗粒呢 就是油包水 水包油的 类似于我们 以前做 转染的 这样一个模式 然后把这个核酸药物 包裹在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LMP 递送到体内 当然在这个LMP的基础上 也升级感到出了 有LMP PMP 等等 这个不同 形式的 这个递送 但是总归就是 把这个核酸药物 包裹成一个小球 然后 能够穿透系统膜 到达 这个靶向的 形式的 这个递送 但是总归就是 把这个核酸药物 包裹成一个小球 然后 能够穿透系统膜 到达 这个靶向的 作用的点上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GalNAC 这个技术 GalNAC 它其实就是 就是一种 半乳糖的 这个 埃基糖 衍生物 在这个图里面 就画得很清楚 这个绿色的是 要递送的 这个核酸的片段 然后通过一个 一个linker 然后跟这个 GalNAC 给连在一起 那GalNAC 就是这个小叉子的 这个结构 那因为GalNAC 它有一个肝脏 特意性的 一个 一个清合和实验 所以 利用GalNAC的 这个技术 可以把核酸药物 就是特意的 递送到了肝脏 那这样呢 也实现了 一个皮下给药 然后也具有一个 高效率 高耐久性的 这样一些优点 这个可能就是在 比如说一些 肝病 肝脏的感染 或者是 耐食 这种类型的 这个疾病上 会有比较多的应用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类就是 外密体的 递送技术 因为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对于 外密体的这个研究 也是比较火热的 那我们利用外密体 去把RNA 这些核酸药物 进行一个包裹之后呢 可以提高这个药物的 胯膜摄取的 一个利用度高 然后因为这个 外密体本身也是 就是在生理条件下 存在的一种 这个结构呢 所以它不存在 这个内体的 这个淘逸 然后同时 这个免疫原性 也是相对来说 更加低的 然后另外也有 这个穿破 这个BVB的 一个可能性 然后 现在还有 很多人 做一些改造呢 就是在外密体的 这个外膜上 在做一些 特殊的定位的东西 那可以 进一步的去提高 这种外密体 递送技术 带来的这个组织 和细胞的一个 特异性 然后后面呢 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做核酸药物的研发 包括 打点的选择 然后药物的设计 然后递送技术的 这个选择 改造 升级等等 这些都是有 很多的工作 要去做的 那我们南国生物呢 主要是一家提供 这个模式生物的 这样一家公司 所以 我们也利用 我们的这个模式生物 做了很多的 这个动物实验 所以我们其实 专注和关心的 这个点是非常 就是说 即便是在核酸药物里面 这个研发专注的 这个点也是很窄的 所以我们 我们也是希望 就是自己的一点点 这个经验 能对大家 有一些参考的 这个价值吧 这里呢 其实我就总结了几个 就是动物用的 这种SRMA案例的 一个应用和解析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是 一个Paper 以前发表的 一个案例 那其实也是在 我们的 就是 这个服务中 做的比较多的 一种类型 那这个 这个项目呢 它做的是一个 我想看 它 它把点是 LDH2 LDH2 其实它是 酒精代谢的 一个关键的酶 然后它的 这个核酸药物的设计 就是针对 这个酶的 然后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其实它做了 就是PD-1的抗体 跟这个 针对 LDH2的 核酸药物的 一个联用 所以它选择的 就是野生型的 一个 一个 BBC小鼠 一个小白鼠 然后喝了 皮下喝了CT-26 这样一个 结肠癌的模型 这个就是 非常经典 非常传统的 也是 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Citianic model 那然后在这个 model上呢 它分别做了 PD-1 Mouse的Antibody 它这里用了 PD-1Mouse的Antibody 跟这个 核酸药物 做一个联用 然后PD-1Mouse的Antibody 基本上是 4次给药的 这样一个设计 然后给药量 也是200WK 这个都是比较 这个 这个common的 一个 实验的design 然后SIA药物呢 它给的 给的剂量是 10纳膜 10纳膜也是 就是 就我们做下来 跟着 主酸药物 用的比较多的 一个 一个剂量 基本上 就是5纳膜 10纳膜 稍微高一点 20纳膜 这样一个剂量 然后去 看就是 这个肿瘤 药物 给药以后 对于这个肿瘤 生长的一个抑制 然后后面是 每一只 每组中 每一只肿瘤生长 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可以 问一个问题呢 可以 就是你这个 递送系统 用什么导入的 这个其实 比较简单 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裸的SIN 它没有 没有去做 任何的包裹 那么那个 你的SRI SRI进行修饰了 没有 没有 没有修饰 我看它 paper里面 就是一个 一个裸的 所以它这里的 给药方式 其实就用了 流内注射 OK 好 谢谢 对 当这个流 基本上涨到 100 200 这样一个 一个体积的时候 我们就 就可以进行 流内注射 但是流内注射 确实打的 那个体积 量比较小一些 基本上 5微生以内 5到10微生 是勉强可以接受的 再大了的话 比如说 这个会容易出现 这个种 会破啊 等等 然后就导致 这个实验数据 参考意义 就可能会降低 我想 这点问一下 你这样的 如果是没有 进行收拾的话 那么的话 它打进去的话 我看你这儿有20天 30天 这个数据 这个小核酸 很容易降解 对 所以其实 它的核酸 是一周给两次吧 一周给两次 也 一周给两次 因为呢 我自己是有经验的 就算呢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没有进行 银河收拾的 小核酸的话 那么的话 基本上呢 这个六到九个小时以后呢 基本上也就是 差不多就 这个降解完了 那么的话 就算 你这样这个 数据的话 就算 如果我看的话 就 我就不知道 就是这个后边 你还能吃出来 好多这个 这个数据呢 我就搞不懂了 跟你讲 嗯 我不知道 它是不是因为 它那个给药方式 是流泪注射 它好像不是进门注射 是不是这个原因 造成 它可以 存活时间 估计这个药肯定 做了修饰的 但是呢 那他 朱博士可能 知道呢 这个 公司 会要做这个东西 我 我对你这个猫的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 这个 你用的呢 是 育肠癌 瘤 是人的肿瘤细胞 对吧 那 Mouse的 它是 它是 BBC 那个小鼠来源的 一个检查 哦 OK 那 那我就清楚了 你用的是 Mouse 所以 我就 我就为什么 你用BBC 那个小鼠 那么 对 所以 所以 他这里 PD-1的 antibody 也选择的是 针对Mouse PD-1的 一个antibody 我这里 插一句 那个 SRNA 目前 几乎 所有的 能做 能做 CLSAR 做的动物实验的 所有的都是 非天然的 都是修饰过的 可能这里 就是说 给做 CIO的时候 它sequence 不一定会 disclose 我就插这一句 这基本上都是 根据 NINA的那种 format 那个 2.4 2.1 Method 各种各样的 combination 这样做出来的 OK 那这个 关于它 药物的 这个结构 我后面 可以再回 这个 这个paper里面 就仔细看一下 朱博士 你刚才 有几个朋友 问你的问题 其中有一些 都是这个领域的 专家和元老 是 太荣幸了 太荣幸了 其实我们 总结一些经验 能得到 这个专家和元老的 这个提点 和指导 也是 这个非常 有价值的 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 是第二个 case 然后他 其实 这个做的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肿瘤的model 这里他用的 就是一个 螺鼠 然后他做的是 一个PDX的 这个模型 然后PDX 是在螺鼠里面 进行传达了以后 然后再用 这个PDX 去评价 这个 这个SRI 这个SRI的 码电是 GOLT1B 然后跟 这个对照 去做一个 比较 然后PDX 其实 其实我们自己 做小鼠实验 也都知道 PDX有的时候 它长得会比较慢 或者有一些 可能成流性 就不是很好 那这个 这个里面 它很多的 这个流块 其实都是 剥离出来 然后去 通过这种 拍照 或者称动的 形式 做一个评价 这是第二个case 然后他注射的 药的剂量 也是一个 纳末了 然后给药的 频率 大概两天 两天给一次 然后持续四周 这样 然后第三个case 也是一个 乳腺癌 做了一个 PDX的模型 然后 这个乳腺癌的组织 先是从 这个patient里面 取出来 然后用 这个小鼠 进行一个传代 构建PDX的模型 然后在这个小鼠里面 分别给了两个 这个SRNA的药物 和一个control 然后他这个 给药的方式 也是流内 做的注射 然后下面是 给药的剂量 然后给药的频率呢 是三天一次 然后持续了七周 其实我这里 也不是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这个核酸药物的 给药的时间 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 这里也想请教一下 这个各位前辈 因为就是有一些看起来 是给四周 然后有些给七周 是不是因为SRNA药物 它这个毒性 比较低 然后就 只要这个动物 或者是 这个瘤能够耐瘦的情况下 就可以一直给 是这样的 你要看你这个SRNA 它那个 就是说它那个 它能够 停留多长时间 那个鹏的那个 modification 那个stable 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可以 可以 就是一次注射 就可以 last好几个 星期是没问题的 嗯 OK 我再问一个问题 SRNA做一个药 FDA批了吗 有批的吗 有 已经批了四五个了 NRNA 对 OK 对对 NRNA 对对 这个 对 这里 这里有已经 就是SRNA 现在这个项目 在风头 你只要有项目 大家都抢着跟着你 对 其实SRNA 好像复批的是 不想晚的 它最早的一个也是18年后期 然后19年有一个 20年有两个 大概这样 比较早的就是那个Aesl Aesl最早是六年 对的 嗯 那这些它主要是做 那个 就是一些那个Mustle 像 这个 或者是这个 一些罕见的 传病 嗯 这些主要的 那个 对 但Aesl要 它的问题 它的市场总是不大 那个 对呀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小公司在做呀 对对对 Ionest 对 就是说 投资的家公司很难成功 对对对对 很难做 它是一个龙头 但很难做好 SRNA的药 Analyst一家 还有一个 Aerofarm Aerofarm Ciriff 也是一家 另外一家公司最近被 被一家公司收购了 那个 所以没有几家真正做SRNA 在美国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但是这大公司呢 它都跟那些小公司做合作 对对对 通过合作 那么现在你刚 那个周博士 你刚讲了几个 我看你都是用这一个 BBC老鼠 作为这一个 作为这个model 那我想你们主要是建立的是 以这个小鼠 瘤细胞 为主要model 来进行检测的 还是你们也有用那个 洛鼠 做人的这个瘤细胞的model 其实我们都有 我们倒是都有 其实这后面 最早的这个 这个CT26 它用的是一个 Sigenic model 它用的是这个 免疫健全的一个BBC 然后后面这两个 做PDX的时候 都是用的Nude mice 对对 这样的话PDX的肿瘤 才会这个长起来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 也有这个 难膜自主 产权的这个MNSG 其实就跟那个 那个NOG 包括Jackson的NSG 是一样的 就是免疫缺陷程度 会更高一些 我后面还会有一个 我们公司的介绍 然后里面我们的一些模型 和这个小鼠 包括西邦啊等等 也会给大家有一个展示 希望这个会 对对对 后面会带来一些 合作的机会 这个也是今天 TALK的一个目的 对 后面就继续讲几个case 然后这个是安利斯 这个就跳出来 这个tumor了 这个model用的是一个大鼠 去做的一个 短暂性的全脑 缺血的这么一个 一个model 然后在这个model里面 它也是给予了一个 SRNA的一个治疗 那这个model呢 前期是一个造模 就是缺血 在关注大概 就是两天的一个时间 去造好这个模型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 是给要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里呢 就是评价上面 其实它也有一些 行为学的评价 但是行为学的评价 实话说 我对于行为学 这个评价的数据 不太会解读 所以这里就没有 受那些的这个data 然后这里主要看了 一个组织的切片 那它主要是切了 这个海马区 然后去做了一个 neuron的一个染色 一个染了活的 这个神经元 然后还有一个 雕王神经元的 一个情况 通过这个病理 和免疫光的方式 去评价这个 这个药物的一个药效果 然后接下来的 这一个case 是一个 也是用大鼠做的 然后是一个CIA的 这个模型 是一个关节炎 关节炎用这个 胶原蛋白去诱导 这也是就是比较经典的 比较传统的 做关节炎的一个方法 那这种方法 其实在大鼠或者小鼠的 这个模型上 都可以 用出这个关节炎的 一些表性来 也是造好膜之后 它给予一个 就是药物的治疗 给药治疗之后 那它会去看 就是足底肿胀的情况 然后包括这个关节 水肿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打分 然后也会用这个CT去看 就是骨骼 就是评价一些骨密度 然后骨骼这个 这个就是关节处 骨骼结构的一个情况 当然也会有一个 就是量化的一个评价 这个是关节炎上面的一个用法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做的 这个是做的比较多的 就是用这个活体成像 去助力这个外面体 包备的这种药物的一个 就是体内的 分布 这种确实是做的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活体成像仪呢 也是用了POKA的这个活体成像 活体成像这个系统 其实它对于就是信号的这个处理上面 还是有它软件上的一些优势的 所以就是用它做一些组织成像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这个藏器 或者说在外 就是这个药物上面的一些 这个标记的选择 就会更加的令我自由一些 那简单来说 这个前面说的呢 是它对于外面体的一个 一个包备的一个处理 然后接下来 就是这个Luciferase 标记的是一个脑瘤 一个 应该是U87的 我有点忘记 它这个TUMOR用的是哪一个了 可能是U87 一个脑胶质瘤 然后它在 这个胶质瘤 就在颅内形成一个肿瘤的一个信号 然后它这个 荧光标记的是它的药物 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药物会在颅内 有一个 就是相对集中一些的一个信号 然后把这个小鼠 就是进一步解剖了之后 那各个脑气摆到一起 再去拍照 也可以发现这个PBS组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背景的信号 然后在这个 在AXON 没有就是经过改造的情况下 那它可能是一部分 集中于这个肿瘤上面 然后当它在这个AXON 做了进一步的改造以后 这个信号可以更加的 像这个颅内肿瘤的这个 这个位置上去做一个 集中 那其实我们现在用的这个Spectrum的 这个活体成像的系统 它可以进行一个3D的扫描 你的 如果 这个 这种Fluoresis的信号和 Luciferous的信号 是可以做一个3D的重合的 一个 一个重建的 那在这样的信号里面 可以清楚地看到 其实你的药物是定位在 这个脑内 就是主流的组织里面的 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就是它样效的一个评价了 这个就比较简单 用Luciferous去 去trace这个主流生长的一个情况 今天大概分享的几个案例 就是这样的 那take home message 总结一下的话 一个是核酸药物 有望成为就是 小分子化药和抗体药之后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 第三大类型药物 然后核酸药物的 这个研发的关键 在于它有效的一个递送的系统 那可以避免早期的降解 像粒图性提高 组织和细胞的这个特异性 然后还有一些核酸药物中 会用到的一些 这个动物模型的介绍 然后后面呢 其实我再花个 试级关中的时间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南国生物这家公司 我们是 我们南国生物这家公司 是成立于2000年 也是在一个世纪之交的 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那我们其实是专注在 模式生物的研发上面 我们提供很多的 这种基因编辑的小鼠 是给到就是科学家 或者是药体去做一些研究来应用的 那我们的宗旨呢 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 专业的便捷的 然后全面的这些动物模型 所以我们自己并没有药物研发的团队 我们也未来 那也不太会做这个药物研发的 这样一个方向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一个发展的过程 在00年公司成立 当时也是在成竹院 是一个863的这个计划的牵头下 我们成立了 这样一家公司 因为那个时候 那就是人类的基因组 刚刚就是全部都测序 然后后面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解读各个基因的功能 所以就是国家也希望 成立一些基因编辑的公司 然后去做更多的模型 帮助人们去解读 这个生命的奥秘 那其实我们是在02年 拿到第一个转基因小数 然后07年 其实获得了上海这个R&D 这个平台的一个认证 然后后面其实包括了 陆续我们的Facility 获得了ALAC的认证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服务 更加升级 可以为就是国内外的一些公司 提供比较标准化的 这种CL的服务 那18年的时候 我们CRISPR就是用的比较多的 这种做模式小数的 这个技术 是从Broad的研究所 张峰教授那边获得了授权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generate的一些小数的模型 在legal上就没有问题 21年我们也是拿了NIH的一个 OLO的认证 然后去年的12月28号 我们也是在就是上海的科创板 登陆的第一家模式生物的公司 这个也是非常骄傲和 这个自豪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公司的产能就是我们 research-related model有6000多个品系 但实际上20多年南模一共做了 12000多个不同品系的这种大鼠熊鼠 包括一些海鲜病的model 然后KO的 CKO的 也包括CRAID的一些工具鼠等等 那现在我们的南模有研发的科学家 一共是三四百号人 都是专注在这个模型研发的团队 那另外我们这个团队呢 是利用南模的这些动物资源 然后来做CIO服务的团队 接下来也会有几十号人这样的规模 然后南模现在的一个产能呢 是每年可以deliver 4000个不同品系的大鼠或者小鼠 因为我们在大鼠和小鼠上面 去做一些经营练习 这个工作都是我们常规在做的 后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动物房里面 一些facility的一个场景和展示 那现在这个公司呢 主要有10万多这个小鼠的龙位 然后同时可以支援50万SPF 小鼠的一个饲养 然后这个是我们服务的几个模式 一种是模型的定制 KOC, K2K, Hi-Point, Nutrition 我相信这些都是大家在研发的过程中 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动物的模型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标准化的 这个小鼠品系 比如说我们人员化的这个小鼠 就是基因人员化或者是免疫系统 重建人员化 那人员化这个工作 其实我们是从15年就开始做了 这个应该也是在国内走的比较早的 这样一家公司 然后我们是16年的时候 拿到第一个品系 就是PD-1人员化的小鼠 然后陆陆续续的在最近的这六七年 我们一共deliver了400多个 不同品系的这个人员化的小鼠 这个也是最大的 那另外呢就是有这些人 有这些设施呢 所以比如说一些繁育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进化 就是繁育某种的一些工作 我们也都可以做 然后包括一些药物的药效的筛选 然后CDX和PDX的模型等等 那其实这里简单总的来说 我们南模的业务就包括做小鼠 养小鼠和用小鼠做实验 这三个部分 然后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分布 其实主要的site都是在上海的 在上海我们有三个site 一个是张江耀股 然后是周浦医学园区 张江耀股是我们CIO Service的团队 那我也是在南模 就是立的这个CIO Service的团队的 然后周浦医学园区这边 是我们R&D的中心 这里有6000多个平方 然后300多R&D的这个技术人员 也都是在周浦这个园区 然后另外在金山 我们就是从去年也投入 使用了一个新的breeding的base 然后另外在广州的中山 也有我们breeding base 那除此之外 在北京、挪威和Houston 都有我们这个BD的office在 然后后面其实就是实验室 一些这个研发的场景 有分子的平台 细胞的平台 然后享受表现服务的平台 然后包括做一些flow 或者是影像学、行为学、定理 这个代谢龙 包括学生化、学常规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常规 在做的一些服务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仪器 过去成像仪式用的角度的流逝 然后这个是美标仪 脑立体定位注射仪 像刚刚展示的这个脑流的这些模型 或者是炉内给药 那我们一般都是用这个立体定位仪 进行一个注射 然后学生化、学常规 这是我们的一些认证 这个设施是有ADAC认证的 然后在国内的话 其实实验动物使用和生产的许可 也都是非常健全的 然后整个管理体系是ISO901的认证 那我们每一位就是操作的实验基础员 他们都是这个持有这种培训记录卡的 那像思维他们做的这个MRI疫苗 其实在我们这边做完了之后 因为他们这个数据也都提交申报 所以药监局的老师是到我们的设施里面 做了一个飞行检查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资料的 这个保存的记录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些伙伴 然后对这个后面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业务 虽然今天聊的是这个核酸业务 但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免疫检查点 然后抗体药的这些药效的研究 那我们人员化的小鼠 看过了几乎所有的免疫检查点 这每一个把点上面都有相应的人员化的这个小鼠 然后这个是我们更多的更全的一个list 其实这一版其实我们都是open的 后面我也可以转成pdf的格式 后面比如说王剑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个都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随时去查看 比如说这里面有没有能用得上的一些model 我们人员化的小鼠 主要是在8bc这个背景上面做的一个改造 然后另外 主要是在C57背景上面做的改造 然后另外在8bc MNSG Skate 还有SD 大鼠 这上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基因的编辑 然后拿到单人员的小鼠之后 我们会cross在一起做很多双人员 或者三人员 四人员的这个小鼠 这个就是应对双抗或者多抗 或者联用的这样一些药效的研究 现在这一版还是比较早的 当然是300多 前两天梳理了一下 其实我们有420多个 这个人员化小鼠的这个体系了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cell line 其实我们human的cancel cell line 这个鼓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160多个cell line这样 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多 Luciferous tracing的cell line 然后也做了很多humanized cell line 这humanized cell line呢 其实做EDCL 或者是就是一些肿瘤细胞表面的一些拔链 这个抗体药的时候都会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这个是我们cell line的一个list 然后蓝色鞋体的这个都是我们做过成流 或者是做过一些药效的 然后这个是muran的cell line 这个主要是做Cytenic model 也就刚刚展示的这个CTR6 然后包括8VC背景的这个MC38 这个用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Luciferous标记的这个西方系 那血液流是做的比较多的 另外比如说像肝脏啊 胰腺啊肺癌啊等等 我们也有一些Luciferous标记的 那这样的话 他们在做一些就是转移流 或者是就是深藏器的这个原位流的时候 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工具 我们人员化的西方系也在做一些改造 然后另外就是PBMC重建的 这种免疫重建的这个小鼠 也是我们在做的 因为我们再怎么去改造 它不可能cover这个所有的人员化的这个靶点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客户的需求 走在了我们的模型的前面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建议就是用这个PBMC 因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都是human的 这样就可以去不用考虑单个靶点的这个问题 然后更健全一点呢 可以用这个干细胞做C34的这个免疫重建 那关于动物模型这块 可能现在来说肿瘤还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 比较大的一个 那我们有免疫 人员免疫系统重建的小鼠 人员精化重建的小鼠 还有同源的Sigenic Model 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CDX 然后小鼠的自发肿瘤 诱导的肿瘤 等到 肿瘤大概占我们就是业务的70%到80% 然后另外比如说一些炎症的自免的模型 我们也都 也都是可以做的 像MQU导的隐确病啊 然后EAE 结肠肠炎 Colone disease 然后SLEAD等等 这些都是做的比较多的自免的模型 那当然我们也会用我们 经人员化的小鼠 然后去做这些自免的模型 去看一些抗体药啊 或者是各种类型的药物 在这种模型上的一些药效 然后肝脏代谢心血管 这一类呢 我们也做一些 比如说肝脏或者肺脏的这个显微化 然后糖尿病 肾衰等等 这种是做的比较多的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疾病模型 这种可能就是 根据一些 就是科研客户 他们比较个性化的 比较specific的一些需求 然后来做了一些探索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罕见病的这个小鼠的资源库 如果是做 这个ISO的药物 然后做的是一些罕见病的 这种适应症的话 其实可以在我们的小鼠资源库里面搜索一下 好 大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的 不足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祝货市的朋友分享 我们这边也有很多核酸药物治疗的专家 有肿瘤治疗的专家在这儿 我觉得你这个slide秀的真的很漂亮 因为我一下子这么扫过你们这些动物模型 我以前做过的或现在在做的一下就能找到 非常好 这样吧 下面我们就进入讨论 或者有什么提问 我就想说一些事情 提问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提问者 是否能介绍一下自己 就是一分钟 半分钟 就是自己姓名啊 做什么的 就是以后也好交流一下 好吧 哎 好 就这样 我觉得你们这个平台还真的是非常好的 嗯 嗯 说说我其实说实话 我我那个在视频吧 说说我们已经有两个时间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面对面的 就是说大家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 你看今天今天我看着刚才看了一下 我今天在之前我那个说话比较多 我以为我们只有五个人在这儿 或六个人在这儿 其实线上其实已经超过今天最高超过75个人 所以有很多 我都不知道有70多个人在线上 所以说我耽误了大家一点时间 非常抱歉 对 那个据说 嗯 对 呃大家有问题 请请就就可以啊 咨询一下那个朱博士 嗯 呃 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我是呢 上面写安德森 我这名字呢 这个因为公司名字现在 我我都先说 哎 我是 呃 今天你讲的核酸这个药物的研发 我来说因为是刚好是我的本行 我已经做这个好多年了 那这我这是班门弄斧了 嗯 没关系 说你你讲的挺好 总的就现在就是这些问题嘛 啊 那么现在呃 看你这儿 公务模的也是 呃 你也做了好多种的一方面的这个模特 因为因为现在这个我现在的focus也是这样 所以 呃 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把你的那些你这个 公司的information这些你可以给我一下 我现在正好在找 找这个 呃 CRO做这个 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分析 对 好呀 好呀 好 您在这个群里是吧 我一会微信可以加 对对对对 在微信 嗯 嗯 呃 我我这有个朋友想提问一下啊 我我看我能不能按Mute 他那个我觉得他自己也可以 嗯 嗯 他自己可以Mute 而且打开镜头 对 我我其实我也刚刚做了那个 呃 呃 我他他的那个写 呃 安他 安安安安 这位 朱博士你这边的客户在你那边做的那个 那个核酸的核酸的东药要主要就是是 是oncology方面 嗯对oncology是比较多的啊 当然 因为现在也也有很多客户在尝试一些其他的模型啊 但是有的时候说实话我们不太确定就是客户的药物的把点是什么呀 或者是他们这个修饰是怎么样的 嗯 对 因为因为这个profile跟在美国的公司有点不一样 美国的公司他做那个SRNA主要的领域他是那个 呃 或者那个 呃 呃 这方面多一些 呃 嗯 中国研发的这个应该开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嗯 想问什么中国人都盯着这个这个肿瘤去做 可能是因为国内肿瘤的这个这个产业链条比较健全一些还是 还是还是怎么样 嗯 成功了市场很大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不很小啊 后来很很大也是 现在就是总结在那么在在美国这儿你看像那个王健说的 就是在每一方面用这个 这种是有效果的,它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很明显的,而说到那个Lipid的这个Linoparticle呢相对来说是一个non-specific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在现在有些已经被这些药物中了,有一些它就是中的。 直接就是要放这个水里面进行铺设的,那么像我们公司这个上瓶床的呢,也是它不用这些东西,直接进行进行那个,因为它的效果就是怎么样呢,现在一个确定在一个呢,还要引入一些un-expected的一些。 像现在那个,像这个vaccine,MRI,现在很火,他们用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个Lipid的那个BG送的嘛,现在那个送的嘛,这些现在好多,你看这些好多side fact,其实可能是与他们有关系。 是,我刚刚把我自己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那个共享在屏幕上了。 大家能看到的话,用微信扫一扫,应该可以加上,我看已经好多朋友在家了。 对,我们可能在这。 刚才那个Anderson,你说的问题,现在如果说核酸被修饰过,可以直接注射,不需要任何Nipter nanoparticles,或者或外液体来载体。 它那个东西,它是怎么进入那个细胞,就是怎么化膜呢? 就是,它就是没有,没有,现在其实像我们做这些的呢,它也就是注射,就是注射。 因为它那个集性非常高,然后我就在想它是怎么,它都是要现在,不是经过化学修饰的。 有一个说是Native的这个ISO或者是SRNA呢,是不用的。 那个化学修饰之后呢,它就更新好多。 那么这集性啊,也有改变。 所以它这个穿模的这一个能力啊,就会增加。 这一个呢,现在主要目的是那个增加它的重定性嘛。 对对对,就说Anderson,它化学修饰以后,一般情况下它的那个Half-Life肯定大概多少? 这个像ISO,这个是比较多的,研究比较多的了。 也就说是也算了硬创的。 这个修饰方式很多,但是呢,那个修饰之后这个Half-Life的影响,那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从不修饰的话,就像说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没了。 在体内就没了。 那现在修饰上,像我们现在的修饰的,一次性注射之后呢, 在小数次内,六个礼拜,就见到明显的,就见到明显的降低。 OK。 关键主要是这样的,那个稳定性本身,那个现在做Modification,那那些NUCAS基本上可以完全抵抗,可以完全不被消化。 最关键是一个Cureance,就是你打进去一两个小时,你只要没做额外的东西,就说除了小核酸以外。 那小核酸本身不会被降解,但是很容易被肾脏清除,那一两个小时就没有了。 那你一定要做很多那些Linker, Conjugation,那些大的东西,那才能保证有比较长的时间。 那我们做的最长的能,从稳定性角度来说,一点问题没有。 那比,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知道要比抗体药物要强多少,right? 你抗体药物那么大的分磁,随便一个confirmation就改变了。 然后你很多温度的这个,这个放冰箱啊,各种各样的。 那核酸你丢几个月丢到,你Modification做了以后,你丢几个月丢到桌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最关键就是说你要保证,它进了体内,在血液循环里头,不会被清除掉。 清除,那么第二个问题,你的核酸相对抗体来说比较小,所以你的specificity可能就会差很多,对不对? 你要这样考虑,那如果你做Antesans,或者做SRNA,那你的target是不一样的,right? 好,那特别SRNA有它很大的优势。 你一丁点的东西一进了细胞以后,那就反复循环的使用。 那就是说你即使SRNA修饰过以后打到体内,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留下来了, 在细胞里头一直循环,几个月,六个月,八个月,那就为什么说Galnec,那就超过所有的抗体,right? 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一个月打一针,你比较起来六个月打一针,那就不可比了,right? 这就为什么所有的Galnec-based的SRNA的project,那这么红火。 对。 因为SRNA本身不会没有关系,你只要进了体内,进了你的target的细胞,就没有问题,right? 那Andesense也是一样的,Andesense你的target是Nucle acid,跟你抗体或者其他大分子小分子做药,你要做一个protein target,那就是两样。 但回过头来,我们说Aptomer,那Aptomer从理论上来说,你可以找到,你可以进化出任何一个Aptomer,anything you want,theoretically,那就几乎不受限制,right? 那我们想想人类的,anybody的poor有多少,就是我们从genetic角度来说,你的population的size有多少,right? 10th to the 12th,20th to the 15th,20th to the 18th,right? 但是你做Aptomer基本上是unlimited,right? 你还可以不限制你的ADGC,你可以扩大很多。 所以那个领域其实是从2004年,05年第一个药披了以后,那这么多年被冷漠了,那是有原因的。 但是现在,新的核酸的合成multification,那我相信在未来的五年六年,会有很大的一个推进的。 那SRNA现在已经是很红火了,right? SRNA,你比较一下ADGC有多少p了药,SRNA有多少p了药,right? 我们比较了这两个数字。 我原来理解就是SRNA的话,有了有效的传递系统,这样的话就是对liver disease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手段。 最大的限制还是一个deliver的问题。 对,我还是一个deliver的问题。 所以呢,就是说,刚才Alice说,你只要修饰了以后,你可以进。 你是可以进,但你怎么做到specific? 那么你这个SRNA的话,它有一个special delivery system。 那么这样的话,对所有target towards delivery disease,它可以做得非常完美。 我们现在做很多,比如说用Aptomer,用很多其他的,做一个导向,那做的就还是很漂亮很好。 是吗?你那边有。 我做Aptomer的后来,其实我做的一个library,没有一个成功的,没有一个,没有找出一个好的Aptomer。 你快问问客友,他那边有一些专门的东西了,可以跟你聊。 好啊,好啊,好啊。 客友很早就是做这方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哎,过奖过奖,不要这样说。 不要客气。 我这有,有有有,我这有那个,有两个问题哈。 一个是从安特进来的。 他说呢,像那个朱博士啊,如果说你能把那个slice,那个放在cell里群里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可不可以啊,就是把那里面slice跟我们share一下。 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们那个已经请示过,这个是公开的一个版本。 好的,那就。 因为很多的data也都是从这个publish的paper里面去那个select。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好的,我,我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在这个chat里面,然后起见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各位专家对mra用于替代蛋白或者单抗这种技术的前进怎么看。 我的问题是,用编码单抗的mra给药,替代给与单抗。 谢谢。 就是说,他的问题其实在chat里面,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呢,就是说,他的问题的话,就是不是那个sRNA啊,或者说, 就是那个,就是非常小的那种sRNA,或者说那个ASO的那种,就是mra了。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些,就是基本上你必须要用那个dson载体了。 你不能把mra,裸的mra打到人体里面,估计是狗腔,三角五串就没了。 就说,这个问题大家,就说,大家还是怎么看吧。 我打起了mra跟这个ASO,三个,就不一样了,对吧。 功能性都完全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从另外一个群里面,一个CBI的那个群里,我不知道哪一位发了一个。 我发的。 我发的。 好,谢谢。 谢谢。 我从那儿进过来。 我呢,一直是做这个,以前做蛋白质的,重做蛋白抗体这个药物的大分子研发的,做了也很多年了。 今天听到朱博士这个呢,学习了很多新的这个知识。 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上海,在那个普通新区也刚建了个实验室,准备做一些蛋白质药物的这方面的那个小事啊,中事。 嗯,因为刚才那个,刚才起见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也是我这段时间要关注的问题。 嗯,我以前那是做蛋抗,做蛋白。 现在呢,最近mRNA呢,现在很热了,从Moderna跟那个Barntech,两公司疫苗之后把它炒得很热。 嗯,所以现在呢,我们现在在考虑啊,就把这个蛋白质药物做成这个mRNA。 嗯,现在看呢,你看到他们两公司的Moderna跟那个Barntech,看他们的Barntech,看他们的产品线也能看出来。 他们实际上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预防性的了,疫苗。 另外一部分是治疗性的,呃,蛋白质,治疗性的mRNA。 嗯,关于刚才还讨论这个低速的问题,呃,现在他们又做到临床二期的mRNA的,它直接就是罗的mRNA。 当然的mRNA应该是修饰的,就用类似乎,还有5匹分的帽子,三匹端的这个也可以这样去。 呃,修饰之后,可以一台罗的mRNA应该达到体内,现在他们就做到临床二期了。 所以这个途径呢,也有用LNP来修饰的,也有罗的,在一块,他们前期的吧,有些不同公司探索了不同的这些。 嗯,所以用这个mRNA来代替蛋白质呢,从我感觉啊,还是很有前景的。 首先一个啊,就是我不要说别的,就从这个研发过程,或者生产的成本来说, 那这个mRNA就要简单的多,成本要低的多。 这是,呃,我们明显就能看到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有一类,比如说细胞内内,包内内的一些拔点。 比如说肿瘤呢,肿瘤方面,包内的拔点以前都是靠小分子要物,抗体大分子进到细胞内。 但是现在这个mRNA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它可以直接到细胞里面去,表达蛋白,直接在包内表达蛋白。 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前景。 我估计,如果这个mRNA的现在技术,如果像我们预计的这样的, 因为它两个疫苗已经很成功了嘛,如果在治疗方面也成功。 估计能代替相当一部分的现在的蛋白质药物,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细胞内拔点的, 这些以前大分子没办法解决的。 我估计啊,因为现在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你说前景是对的,但是你刚刚说你有什么地方用mRNA直接打进去。 但是除了这个,除了现在这几个vaccine病性的呢,我还没介绍,我还没介绍。 这有,这有,莫德纳的公司王明山上,他们已经很多文章了, 这块实际上不相当于有文章了,直接就直接朝那个定面来, 把连的周围打,就是打到这个组织器官里面。 这块可以搜到一些不少文章了。 但是呢,就是刚才各位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半刷器的问题, 它确实是半刷器用的mRNA,虽然它修饰了,半刷器可以延长, 但是呢也是很快就降年了,所以他们使用的比较频繁了, 要一天打一针。 这个有一个问题,我是,我一直也没搞清楚。 比如像这个mRNA,经过了化学修饰,到这个体内。 mRNA它进去要发生作用呢,它需要经过translation。 那么经过化学修饰的mRNA在体内之后,它的translation有影响吗? 实际上,现在说的化学修饰啊,实际上是回归到我们天然的。 我们体内呢,现在很多的,它本身就是说,它现在修饰很多了, 它有各种核干的,比如说UTG,它现在用假的Code的UTG, C它用那个甲基化的C,实际上我们天然的就在体内的, 就是我们普通动物细胞很多的,本身就是已经修饰过的, 如果你要去检测这个天然的。 所以,它现在呢,这个理论上也是,就是说很多可能理解, 但是呢,它实验上却是很多,出的一些结果呢,支持它这种做法。 理论上我是,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问题之一,就是说我根本的, 我其实,从理论上呢,是像这么大极性,就是说你小分子还是有可能, 不是小分子,就是小的ASO,SIRA,那么小嘛,它还是有可能漏过去的, 或者有其他机制它进去。 但是MRA是还是非常大的,像这么大的极性的molecule, 在它被降解之前,它竟然能进入细胞。 这个还是让我有点,不难以理解的。 但是,但是实验数据,它如果说出来,就是有,你能看到,看到efficacy, 那说明它是进去了,然后它是有药效的。 所以说这个呢,我,我也,这方面文章我是读的很少。 其实,其实还有,大家其实还要想一个事情啊, Moderna其实在那个MRA的那个治疗那个这个领域, 它做了很长时间。到现在,它其实,它其实,它还是比较艰难。 它不像MRA,也不像Vaccine。 就是说,它一下就说,怎么说呢? 这个,我一直在说,这个基本上, 就基本上是历史的一个巧合在这儿。 因为刚好它这个那个核酸技术接近成熟的时候, 我们来了一场新冠,然后它能做出这个疫苗出来。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董博士, 杜博士,你这个让我大黑眼睛啊, 我这,我估计我得去再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裸的, 这事有点颠覆了我的常识。 就是说那个裸的MRA,它怎么可能就进去这个? 我估计我去再看看,多谢你的信息。 他现在呢,您说,您说。 那个,他们就是,就是用个聚原酸的缓冲液, 直接就,直接就注射。 嗯,你说注射在那个organ上,或tissue里边, 或者说在那个肢间,在肿瘤上注射。 对,对,对。 OK。 朱博士,你能看见那个chant里面有个问题吗? 他就是,也是从安配提过来。 你能看见吗?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看不见。 另外,朱博士,我想问一下子, 你说思维对那个,他们的mRNA的疫苗是请你们给做的是吧? 对,是在我们的facility里面那个做的。 那你们呢,这方面都存在什么工作? 做一个cdmRNA? 嗯,其实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些动物实验。 嗯,所以药物这一块,我们,我们真的不做这个cmc, 或者是cdmo这些服务。 对,我们主要是做动物实验。 就是,比如说你的药物给进去之后, 看一些药效啊,或者是药物在组织里面的一个分布啊, 什么的,这些我们是可以做的。 或者是看这个给到动物以后, 做一些简单的独立的分析,也都是可以。 好,谢谢。 嗯,那个Antegy他问的这个问题, 他说哈,他就说那个,你用sRNA加PBS, 然后你不加,也就说不加任何那个载体, 打到老鼠里面,然后你产生那个, 就说你可以产生那个in vivo的data, 但是这个对于,就是说真实世界的话, 这个,这个有意义吗? 就是说对于那个ind funny来说,就是可以吗? 其实我,我其实说我,我先冒昧地说一句话, 这个没问题的, 其实说,其实在,其实在很多我们局部给药, 就是说局部给药是完全那个可行的, 在眼科类的疾病啊, 还有一些那个,一些膀胱尿的, 甚至局部癌症的话,局部给药是可以, 直接给药,说的难听一点,比较粗暴一点, 就把那个药就直接打在肿上, 这种可要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就是尘药, 我有点越粗带袍了, 朱博士你可以,可以, 没有没有,我都特别感谢大家一块讨论, 其实很多问题我真的回答不了, 我,我真希望那个安特基他今天能, 他的那个麦克风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自由的那种交流, 因为我说了以后,他很,没有,很难反馈嘛, 打字还是没有太慢了, 是,是,是, 嗯,这样吧,我们, 就说,现在也, 也有点晚了,9点半了, 在国内已经10点半了, 要么这样,我们, 这个会呢,截止到9点半, 好吗,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呢, 可以接着问,就是我们还有接近5到6分钟的时间, 我不知道, 启剑和, 您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如果说你可以, 把麦克风打开一下, 就说,我们也知道一下那个, 国内,你看,这个, 杜勇,他, 他对,他,他也同样的想法, 看来大家都是, 那个,在这方面, 都异曲同工啊,或者思路都是一样的, 嗯, 由于,我就,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就是从那个,做抗体啊, 不管单抗啊,或者说, 双抗啊,或者说, 更多的那种, 现在慢慢慢慢的对那个MRA的这种, 治疗前进感到非常, 非常有希望, 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个核酸降解方面, 就是在波斯顿有两个公司, 他们现在在做一些环状MRA的一些那个工作, 而且呢,把那个牛皮吹得很高, 就是说想在10年内做, 做接近多少, 20个要出来,怎么回事, 这有一个叫Norande, 法语叫那个环, 然后另外一个叫Orna, 就是ORNA也是环状MRA, 在国内现在也有做环状MRA的公司, 就是这个优势呢, 就是说环状MRA一直以前, 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可有可无一个比较垃圾的东西,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 环状MRA是比较, 对那个降解是比较resistant, 就可以增加它的那个Half-Life, 所以说,相当于是另外一个方向吧。 对,这个好像前段时间他做了一个报告。 啊,谁呀? 这个做环状MRA的。 是从哪个公司,是从Norande, 还是从Orna? Orna。 就是那个ORNA。 对,ORNA。 或者他们另外一个叫,我也不知道, Circular RNA, 其实大家叫Circular RNA。 那个Circular,它主要是, 在学业中啊, 在学业中找到的。 我们实验室呢,现在我们实际上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已经转了从蛋白现在转到RMRA, 应该已经现在有, 而且已经朝这方面转了, 我们已经最近也做出了一个分子, 那么现在前期已经做的, 试验室阶段呢,差不多了, 后期很快也就要进入这个动物实验了。 所以这一块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这个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我呢,我现在在,我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温德华, 我们是这边有个实验室。 上海那边呢,也有去年刚建个实验室。 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结合起来做。 杜博士, 是否在我们CU群里啊? 哪个群? 杜博士不在我们这个群里边。 那个,这样吧。 那个杜博士, 你要么,你看我们这边是一个波士顿的一个, 一个Sail群。 要么,你要么,你觉得方便, 下次我们再做一个Full up的那个讲座, 介绍一下你们公司, 介绍一下你们现在, 就是可以公开讲的一些研发现况怎么样? 可不可以? 我就是做研发的, 我倒是更愿意有这个机会来学习,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技术, 我就是这一方。 因为我们现在也做的公司, 前期呢,以前都是做蛋白的, 尤其有些药物呢,也已经上市了, 有些在做临床。 最近的MRI应该那么比较热, 而且要看的确实可能, 这当中确实有些, 呃,有些潜力在里面, 所以想就是朝着方便。 今天看有点会,就过来。 好,这个, 那个,我在那个CDI那个群里面, 就是那个那个群里面。 王静,你是不是在那个里面? 我反正群也比较多, 你把我拉一下。 我的,我的微信号是永度65, 如果那个能找到, Y O N G D U 65。 好的,那个我就要么, 我们联系一下, 然后我们就加到我们这边, Sale群里面来, 我们现在,你在温哥华,你在西边, 我们在这东边。 对,对,对,对。 好的,哦,这个,这个, 有人在问那个,呃, 那个还账公司的两个名字, 我先发一个, 另外一个是,是法语, 然后那个, 另外一个是法语, 叫我,我就随便看一下, 我不知道我写的对不对, 那个,他意思其实也说, 大家可以查一下, 这是波士顿的两个公司。 好的,九点半了,啊, 就说,非常感谢, 今天,我今天要感谢三个人, 首先是朱博士, 在板方之中, 搞得这么, 精美的slide, 就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 RNA, 他们这个, 寡汤, 不是寡汤, 小和核酸的药物研发的一些, 一些经验, 和他们的公司的服务项目, 非常感谢朱博士, 非常, 另外呢,我要感谢呢, 孙博士, 他提供的这种平台, 还有各位, 各位, 像Anderson, 新朋友, 还有客友, 这种, 这种, 这种就是老朋友了, 当然还有杜勇, 或者其他在线的新朋友, 好吧, 如果说大家对有兴趣加入一些sale群的话,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由于时间关系呢, 也很晚了, 我们就今天就结束今天的会议, 然后我们下个月再见, 好不好, 好,就这样, 祝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祝福, 谢谢, 谢谢, 谢谢胡博提供这样的平台, 谢谢, 没问题, 好,拜拜, 拜拜